Hello各位知识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3月的6号 然后今天是周一 老杜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四川的成都 今天上午还一直在有车友咨询 电源咨询冰箱咨询侧边帐 解答了车友的疑问之后 然后带大家到周边去逛一逛 周边环境非常漂亮 适合露营 欢迎所有车会的车友来四川成都自驾 今天是个阴天啊 然后但是咱的太阳灯板还在充电 现在的充电功率是473瓦 这个好的太阳灯板跟普通的太阳灯板的区别是什么 就是在阴天的时候 好的太阳灯板表现充电效果会更好一些 另外咱们房车铺的是1880瓦的太阳灯板 太阳灯板越大还是越给力的铺 来成都已经好几天了 咱们四川服务会的会长樊哥也带着老都在周边逛了 称会有想法在成都这个地方去搞一个房车营地 咱们说有合适的地方 有合适的机会的话 咱们自己搞一个 如果说没有机会的话 然后咱们重点找成都 重点找新津区的这个房车营地去合作一下 因为新津这个地方比较特殊 周边环境非常漂亮 周边也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另外就是很多车友一开始进藏的时候 或者说每年会有很多车友会选择进藏 然后进藏的时候 多数车友会选择318这条线 318这条线呢 然后新津又是一个必经之路 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是比较不错的 先带大家看看老都现在所在的周边环境 好 这个地方还是非常不错的朋友们 正可谓是这个地方啊 有山有水有花看 还有民宿和美食 然后这个当地政府修建了一个梨花景区 然后这边呢有很多的房屋 然后这个原住民呢就利用这些房屋 改造成了这个农家院和民宿 自然风光很漂亮 空气很舒服 湿度也OK 然后这个梨花马上就要开了 很多人在这个大的景区里逛啊 这个景区真的是很大 这个劳度已经从这个长袖变成短袖了 出了一身汗